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前 贺博台风造成南辽大烟水灾情相当惨重 家里的造船业也因此逐渐没落 为了维持生计 谢慧平把部分船厂空间改造为餐厅 活跳跳的海鲜全部来自南辽渔夫现捞直送 所以每道假日餐厅总是聚集满满人潮 到底这位女收船师谢慧平是如何让凋零的传统产业成功转型再出发 一起来看看 这OK 现在你看肥到不行 对啊 对 你看这个新鲜度有够赞的 什么是新鲜 就是像这样子活跳跳的就是新鲜 你看 这会齐啊 发泄 你看 这么大只 给我脸还大只 奥连 很难以待的体验 滑跳跳的 滑跳跳的 水池内滑跳的海鲜全部来自南辽渔夫现捞己送 我们这边新鲜的鱼都可以做生鱼片 而且我们都很会 这种鱼钢就是刚掉回来的 每天的量都不一样 越大只它的油脂就越丰富 像你看这个都那么肥 这种做生鱼片 入口即化超赞的 开海鲜餐厅二十多年 谢慧平对食材要求严格把关 坚持新鲜就能品尝食物的原味 这样子细细长长的 细细长长这个叫做套Q 就是中卷 小一点的叫小卷 很新鲜才能够这样 不然它就比较偏红 烫起来就没有那么漂亮 那就是要慢慢把它闷熟 不能大火 那个嫩度才够 新鲜中卷略做汆烫 加以冰镇 将自制鱼松塞入中卷 我们用鱼松调寿司饭 放入柴鱼片淋上沙拉酱 Q彈中保有米香 这个叫泡蛋寿司 我发现它有两支 一个它里面弄的那个米饭 还有那个鱼酥 这个感觉很清爽 很不错 然后让我觉得这个 套Q的那个鲜甜的味道 更美味了 这是我们南辽沿海捕捞的黑格 它的肉质比较紧密 做葱燥会比较好吃 看似家常料理的葱烧鱼 做起来却也不马虎 独特之处在于酱汁调配 这些药材基本上是香料 八角 就是花椒 月桂月 炒果 这葱段只会是姜片 它主要就是压它的腥味 增加它的香味 江海钓回来的黑格鱼和葱段 炸到维酥焦黄 加入特条酱汁 慢慢把它吃搓淡 吃起来咸香入味 虽然卖相不好 但却是老桃嘴爱 我们看到这个葱烧鱼 其实这一个 这个鱼 什么样的鱼种都很适合 但是我会比较挑 比较当季的 比较Q弹的这个肉质 因为现在这个鱼鱼也比较肥美 所以我们就经过这个炸鱼以后 你看这个 它完全是整个入味的 像这样的汤汁 它一定要特调 而且加上它那个葱的那种甜味 所以它煮起来以后 它的那个口感还有它的味道 熟客只要吃到以后 下次一定再必点的 这鱼很好吃 而且鱼又新鲜 看起来好像不太起色 可是它的做法让你吃起来 也是非常的嫩 而且味道非常的甜美 这葱的话它有很入味 然后整个跟鱼的味道 有加强鱼的甜美 而且它有先炸过定型 然后再加味道 所以是感觉上是 让那个鱼肉更有弹性 不会这样子烂烂的 这样子很好 除了要求食材新鲜 谢惠平在料理上也发挥创意 最近抓了很多的卵丝 所以我们就用卵丝跟红菊 做一个结合 没想到这个口感非常的密实 而且非常的棒 新鲜卵丝切薄片沥干 以红菊腌制入味 火上的地瓜粉酥炸 再撒上葱花辣椒调味 就是一道简单又创意的料理 卵丝我们一般也是只有清烫 或用炒的 所以跟红菊一起来调配 又养生 然后又好吃 卵丝它够大只 所以它的Q弹度就够 我们客人也是觉得很棒的一道料理 它的食材很新鲜 很老啊的食材 它里面也有厨师的创意 这边的海鲜是很老啊 然后老板娘就会泼在FB 我们看到只要有新鲜货 我们就会说我们要第一桌 我们要赶快过来吃 你看多棒 多饱满 现在其实这种是最原味 我们只是用一点洋葱 洋葱给它提那个甜味 它一打开是最Q弹的 然后那个汤汁 哇 真的很棒喔 你看 这个都是精华 其实这个是最简单的料理 对我们海鲜店来说 那没什么技术 可是是最原味 最甜的 从小在南疗渔村长大的谢惠平 长篇了各式海鲜料理 但当初会开餐厅 并非人生原本的规划 家族原本是从事造船业 曾经是陶竹苗地区最大的造船厂 因为以前造船师也是很受人尊敬的 一个行业 这因为它真的很特殊 阿公呢 画出来的这个船图呢 还有他制造的渔船 他在台湾算很有名 然后在新竹 尤其是在南疗 很多人都叫阿板珠北 他那时候造的船是 又轻又速度快 民国45年 谢家从竹筏帆船起家 开始制作木船 经过了时代变迁 学习玻璃纤维的技术 增加产量 60年到70年 那时候我工人大概有70位 每一年都大概有 20艘以上的制造量 甚至有达到30艘 40艘 70年代差不多 三四十吨 20几吨至差不多 50吨以内 一艘船制造起来 鱼具设备各方面 差不多五六百万 当时渔业景气兴盛 渔民出海一趟 可以赚一艘船 船场计师七八十人 订单接不完 一个半月必须完成 一艘上千万的船 创造渔业经济奇迹 但好景不长 一场赫薄台风 却让一切变了掉 那时候赫薄台风 因为那个船屋 我们很多的木头 还有所有器具 都是放在岩边 然后你要上架 要下船 那些器具 都要在旁边搬带 那时候赫薄台风 它是整个很快速的淹进来 那淹进来 你就看到所有的木头 是漂浮起来的 然后你就看到 那个木头是一直往外 往外在漂 对啊 然后那些师傅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涉水 一直在捡那些木头 大小木头是这样子一直漂走 所以那时候小时候的印象是 那个赫薄台风是来得快 然后就全部 我们的那个船厂全部都是水 然后所有的机器啊 所有的那个动力 其实都是泡水的 赫薄台风的那个清洗 那给我一个打击很大 变成说我整个心血 都付出流水 赫薄台风难聊大淹水 造船厂连通海域的缺口 成为海水倒灌的地方 政府事后沿岸逐体 导致大船无法出入 卸家只好转型修船 目前船厂已经荒废多年 没有使用 但仍存放着巨型船型模组 三十年左右了 你看这个木板都脱落 乱掉了 受到台风影响 漁船禁件 订单减少 工人也一个个离开 协惠品和弟弟 只好亲自下去帮忙 这个是做栏杆的这个补墙 因为他们实际在操作的时候 那个栏绳还有网子 都会从这里经过 他现在把它这个围起来以后 它的那个摩擦力什么 都会比较减低 所以破损比较不会那么大 所以我们现在他就是 把整个栏杆的部分 全部把它包紧 挽起头发 戴起口罩 不吐修船的工作 谢慧萍不假手他人 他摇身一变 成为男僚唯一的女造船师 像我们刚刚这样子磨 它是有粉末 那这个粉末 它会跑到保障系统里面 甚至在肺部里面 那这个在肺部里面 是排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很多去体检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都是亮晶晶的 这个的职业商会还是这样子 对啊 所以但是这个工作 一直长期以来 你没有人做也不行 也是一种传承 因为那些玻璃纤维是会痒 然后你每天就是脏细细的 穿那些脏细细的 然后就是整个 整个是把它全部的包固起来 我还记得有一次 坐得非常累 累到躺在床上 然后眼泪就一直流 无意识的 可是那时候没有 没有想到说 那是因为很累 然后很疲倦 可是那时候 你睡了一觉以后 隔天你还是一样的 要工作 那时候也是有些挣扎 就是说 是不是要结束还是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 我们那时候我们 卸家的一个 算一个瓶颈 真的是不好过 真的很难受 后来也是因为 总是要找一个出路 就是 后来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把它改成是修补的这个行业 以前也是觉得说 这个行业慢慢在凋零 所以我们觉得做起来也觉得力不从心 后来是一些老船长 他们觉得说 你不来继续做这个行业的话 我们要去哪里找师傅 就是因为这个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又继续做了 但修补船只的工作 无法维持家庭生计 于是谢惠平把部分船长空间 转型为海鲜餐厅 将以前妈妈的好手艺做给客人品尝 切片的白肠过油 锁住了鱼肉本身的甜味 搭配汤头唇厚的米粉汤 是渔民现成的船上好料 这个白肠米粉 其实它是在船上的一道料理 就是带一些米粉或面条上去 他们在船上只要抓到 什么样的鱼种它就往里面加 船上的鱼肉 鱼肉 他们就往里面加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 加了这个白肠 它的口感还有甜度 其实是最棒的 后来我们也另外 像再加点藕啊 加一点胡椒粉 它的整个甜味 就整个都锁在里面 就很棒 还有这道配料丰富的北菜肉 要先将虾米 香菇 三成肉 煸炒到香气出来 倒入大骨高汤 将白菜焖煮到软化 最后加入蛋酥 烹焙 干贝等提味 做法备工 是一道造船师最爱的料理 像我们的这个北菜肉 遵循古味 那这道菜也是我们 以前料理给造船师吃的料理 那我们很坚持它的每一个步骤 所以呢 我们光是要煮这道菜 就要半天的时间 我也特别推崇这道 给造船师吃的料理 他们只要看到这个北菜肉 一人一个碗公 加了白饭 这样子一咬 就可以吃得饱饱的 就是古早味的美食 真的好吃 好甜 好鲜 又要吃到海味 我最喜欢这道白菜肉 因为这个有阿嬷的味道 古早味 然后吃起来有那一种幸福的感觉 我的客人都笑我 这行啊来还可以 还可以撑这么久 那当然因为我们秉实的就是 只是要给以前造船师的料理 然后把它传承下来 然后分享给大家 还是觉得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故乡 你必须还是要把这些传承下来 那一份感情 你对造船那一份感情 还是觉得不舍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还是要把造船厂 再把它整理一下 我自己就想说 慢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停 对 因为只有这一 这个行业到我们这一代 只有我们接触 我们第六代是完全没有接触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交在清楚 所以我还是觉得 我们把造船厂的历史 虽然遇过很多的风雨 只是这个历史 还是要把它保留下来 虽然家族造船荣景不在 这些年 谢惠平仍然坚持 保留船厂巨型模组等文物 朝建立造船博物馆方向而努力 希望保留在地成长的记忆 替南辽渔村留下动人物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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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